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哪年哪年在哪个地方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然后这个广义相对论对人们有什么样什么样的贡献 然后包括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学词 包括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前面开始 讲这个薛定位的猫的一个实验的时候 长篇的英文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噩梦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专业术语的 这种平常我们很难胖的这种英文单词 非常非常的难背和难度 拍摄期间让你觉得非常有趣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法兰克老师他在跟我讲 就是你的朋友发生了车祸的意外 然后去世了这样的一段戏 我有一条眼的是泪流满面 然后结果导演就帮我喊了停 就我们两个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争执 你为什么要哭呢 最好的朋友因为我的事情而去世了 这个是不对的 你天是不会哭的 这个时候你的重点 你所有的焦点都在你的母亲身上 我觉得导演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因为是从他的角度来出发 或者因为他是整个区域的编剧 然后也是导演 我之前也聊过 李天跟我来说是不同类型的 因为他比较理性 我很感性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哭的 但如果出于李天那么角色 他未必会比较累 对比以往拍过的剧 这次有什么新突破吗 根源于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团队 然后拍摄的手法呢 区别于平常的电视剧的拍摄手法 更接近于电影的拍摄手法 这方面让我学到了很多 当然同时在于这种题材上的 也是让我收获了很多知识 然后同时这些知识当中 也会让我对我的自己一些 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判断 有所改变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下一部剧想尝试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能够坏一点的角色 这次同名主题曲《天目危机》 也是你作词演唱的现场 轻唱一下段课 天有多高宇宙的一角 目光如距离黑洞奔跑 为己拉向浸泡 一切与准备好 用李天的说话风格 来给大家阿里阿里这部剧 你看过《天目危机》吗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视剧 在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你都不懂 出道至今拍摄的所有作品 哪一个角色跟你本人最贴近 为什么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跟我本人最贴近的就是于墨 一定是于墨 因为我觉得他足够的温柔 同时他对于感情的态度 跟我的态度是相同的 而且对于于墨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现阶段最想和老艺人合作 歌手演员都可以 非常想跟我自己的女神阿萨合作 粉丝们都期待你直播 在开次名大会近期会安排上的 次名大会呢 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安排上的 你属于出戏很快的类型吗 我其实属于出戏不快的类型 因为我在拍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有一个每一个角色的一个状态 就像是我在拍上部戏白猫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演的是一个冥冥的孩子 那个时候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有的时候也会不经意间带到一些这样的动作 那就像现在我在拍武装戏 那很多时候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我会用到四个字的成语 刚刚从那个角色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确实有点不适应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适应了 自拍九宫格或者五分钟vlog 准则vlog 因为我不喜欢自拍 现在 直接告白或者是默默喜欢 不是直接告白了 默默喜欢 还好吧 如果有一次热搜第一的机会 想以什么词条上吧 呃 张卫演技乍链 脸上最满意的部位是 眼睛 近期印象最深刻的粉丝留言是 张卫能不能更新自拍啊 不喜欢自拍 天幕危机中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小姐意识 你想什么意识吧 最想改掉的坏习惯 有的时候脾气太急躁了 试四个词概括近期的生活 仙气飘飘 最不喜欢尝试的食物是 芹菜太难吃了吧 最喜欢粉丝叫你什么 这个 别人没有只有你有的隐藏技能 来了 这个隐藏技能很厉害 睁眼低眼要说 你看都不会流出来 真的没有用 你好 nice 觉得自己最像什么动物为什么 最像兔子 因为我是属兔子的 今天的访谈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豆姐 我们下次见